好像就他一个啊 一个人 不可能吧 说是 指康书记的一贯作风 这样吧 徐主任 你通知一下四大班子 咱们马上出发 咱们去县界迎接他 县界迎接 那是省厅级规格 徐主任 你还让我说第二遍吗 我马上通知 华先生 刚才那事处理怎么样 处理好了 交给怀神了 上岭的 他们村的 你把这事弄好吗 咱先演练一遍吧 可以 让他们演练 好的 好的 阿姨 咱演练一遍吧 好 创练起来姐妹们啊 好 预备 起 你儿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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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法鼠 您怎么在这儿 我 这 您稍等一下 稍等一下 同志 你找谁 王县长在吗 王县长出去办事了 值班领导那位在 同志 你来的真不巧 所有领导都出去办事了 有事明天再来吧 王县长 王县长 您看这 时间也差不多了 咱们也尽得心了 让大家回去吧 好 同志们 咱们回去了 走了 上车了 上车了 我家林子呀 你别看她是个愣后生 可是她从来没干过犯法的事啊 这次她是喝了酒 才打了潘厢长 康书记 我知道 这打领导不对 可是 不光打领导不对 打人就不对 那就是犯法呢 可是林子她心里难受啊 学校的窑洞塌了 砸伤了吴老师 林子她一直都放不下 她总觉得是她的错 说对不起吴老师 林子她憋屈的难受啊 就借酒交仇 她没多大点酒量 没喝多少就醉了 正好在乡里碰上了潘厢长 两个人就又说起了 学校砸伤人的事 说着说着就动了手了 这个混小子 我都不知道她哪来 那么大的劲儿 竟然把潘厢长打得住了院 这个事啊 正好让在咱 红枣岭短点的副县长给知道了 她马上让派出所 把林子给抓了 还说 要判她行呢 你没犯规吧 我可是安插了内线在里面的 你那一段辈子 我这儿马上就闻到味儿了 体会啊 当然有体会了 我觉得基层干部 这简直就不是人干的 我说那康明生 他怎么干的有滋有味儿啊 我 康明生要调到安和当县委书记 我今天来找县领导 就是想给林子求个情 放他一条生路 我都这么大年纪了 我就这一个儿子 他要是判了刑 以后他咋见人了 他他他还没娶媳妇呢 周老师 您不用着急好吗 明天 我去打听打听 好 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好 来 您先吃 这该不会是您的意思吧 这不是害人吗 知道了知道了 安和是一个大火坑 他不跳谁跳是吧 好了 你早点休息吧 不许再看电视了 晚安 请问 红枣岭的潘相长住那房间 103房间 他出去了 出 出去了 他不是 病得很重 说起床都不行了吗 好像他又出去喝酒了 我来那儿 绿菜 这有点上乎 我说坏人 你让我做到什么时候 差不多就行了 别狗咬了骨头不撒口 老潘 你知道这回我为什么 要整出这么大动静来吗 这个高林子 不安分手挤啊 他一回上岭 非要跟我叫板 竞争在村主任 而且还在后边到处说我的坏话 你说我能咽咽这口气吗 哥你是不是也咽不下去了 哎 哎 老白 王坏 你还真是一度的坏份啊 啊 我 你狗日子你搞这一出啊 你是不是拿我当枪使了吗 不不不 我可没拿你当枪使 是他高林子呀 这回撞着你的枪搞不上了 机会难得 正好让我逮着了 我告诉你啊 明天我就出院了 哎 那可不成 这可由不得你啊 那也由不得你 这 大不了 你暂住箱里的那钱 我们不要了 老潘 这不成你好好想想 你不给我这脸可以 你不能让林副县长下不了台呀 林副县长为了干部的基本权益 没少操心呢 又跑医院啊 又找法医 而且每天奔波的给你调查群 不能说撒手就撒手啊 我听那个公安局的谷局长说 高林子的行为啊 完全够得上故意伤害罪 怎么也得判那个一年半歹的 可是我这伤势我自己装了呀 不是他打的呀 哎呀都一样 没有他你能这样吗 怎么他也脱不了这干系啊 是不是 你这日子过得够均润的啊 哎呀 哎呀 哎 康明胜又是你 这深更半夜的你从哪儿冒出来的 我 看朋友了呀 看朋友 也住这儿 也在这儿泡病号 几楼几号我带你去 那个103 103 走 103是我住的床 你还没个恶毒啊 你 你 你是来看我的 你到底 我告诉你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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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严重吗 哥们他让我感动了真的 走走走 房间的行 我行 你真的没喝到位 看你这样 我真想到有点太棒了 你说什么 康书记已经到了安和 林副县长问我 我才知道的 林松那边有个朋友给我打电话说 说康书记是坐中午 从林松岛安和搬车出来的 坐搬车来的 难怪没有接到 不对啊 林松是一个富裕的大县 怎么应该派个车送他呀 我听林松的朋友说 说老百姓把县委大院给堵住了 硬是要挽留康书记 康书记是偷偷溜出来的 我刚才打听了长途汽车站 说康书记那班车应该五点到安和 那你别愣着了 赶快去找啊 林副县长跟办公室的人都去了 你没听明白我的话吗 我让你赶快去找 明白 我这就去 真是的 几点了这都 你 你这间病房超标了吧 这以前得多少钱 我记得你跟我说过 是你们红岛脸上穷的都快当裤子了 这 这 这啊 这可不行啊 这离当裤子超远的 不是 你能告诉我你 你 你到底莱安和着干什么吗 看你啊 你 你试试看我吗 嗯 不行啊 行啊 你不跟我说实话 不行 我刚才跟医生长了解一下你的病 他跟我说啊 对你的点伤啊 只需要留院观察一天 然后隔三下午都再来换个药 就解决了 就没错了 我也顺便打听了一下 这单人病房的价钱 大夫说二百五一天 你够二百五的 这就相当于县宾馆 好花标间的价钱了 穷香副干部 能放在你身上再合适不过 我跟你说 你用不着 你用不着挖挥我 我住院到现在为止 没花香里一分钱 那您的钱哪儿来的 那 那就不能跟我说了 你 你又去买了 又把你良心买了一次 上火 我的 吃 吃瓶吧 我说你 这也不是好来的 你个 你个苹果有什么不 不是好来的 什么事都上当上下 火车站 汽车站 各宾馆招待所都找了 没找去 奇怪 你看都这么晚了 汤都跑哪儿去呢 看来这康书记 走的不是寻常路啊 咱们又没做什么 见不得人的事情 他走什么路 跟咱也什么关系 行了 找不到就不找了嘛 这样吧 你通知一下县里的四大班子 还有各项的一把手 准备召开一个欢迎会 你也要早点休息吧 您也要早点休息吧 这样的话 你跟光临说吗 别说 你干嘛呀 你 你实事求是的说不好吗 说我